各位同学好 我是燕秋老师 最近有一些同学问我说啊 如果想要自己就是建立YouTube频道的话 那在硬体设备上头啊 可以怎么样来做准备哦 那首先呢 如果是走YouTube的话 主要的让你频道的定位很重要 你到底这个频道想要做的是哪一类的内容呢 可能定位要先自己抓出来一下 那在这一两年呢 我就会有个趋势啦 之后在YouTube频道里头 应该会是以知识型 知识类型的内容会更加的被大家看见 所以你可以是往这个方向来去思考 那再来的话硬体设备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影像 影像的话 我现在其实是另外在外接一个webcam 影像你不需要自己再特别去买摄影机或者是单影像机 其实像我现在的画面是用webcam加软体就可以做到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话可以是比较省成本的方式哦 那如果你要用电脑内建的影像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电脑内建的影像的话 你要特别的注意 它可能解析度会比较差 然后再来你要打光 光线的话像我现在是用台灯哦 我没有再另外去做大光线 就是大的灯光去打 我觉得台灯你只要位置角度抓得好 然后你摄影机其实还是不错 你应该也都可以做得很好哦 那再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声音 声音的话呢 你可以用笔电内建的收音功能 但是你要听看看它收音的效果好不好 那现在其实因为Podcast的最近也非常的红哦 所以在声音上面 像老师是用这一台 圆刚的AVERMedia这个 就是1000多吧 我觉得是还蛮好 那它是指向琴麦克风 就是用USB接头 所以这个也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不需要花到很高的成本哦 好 那在YouTube上面如果你的声音啊 收音不是很好 光线不是很好 大概前面大家看一点点之后 其实就会离开了哦 好 然后最近我在贝克的关系啊 我在研究一些就是一些 嗯 影片啊 大家是怎么去呈现的 在YouTube上头 我发现有一大段都是在做开箱啦 介绍产品啦 做比对啊等等之类的 那很多的就是拍摄YouTube他们的呈现方式 就是例如说 好 假设我要介绍一支笔 我可能就把笔拿出来 然后在影像上面这样让你去看那一支笔 或是物体 甚至于有些呢 可能比较没有经验的 他就会在下面自己弄他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也不晓得说他那个包包 他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然后自己在那边摸 所以呢 我们如果可以让我的产品被看清楚的话 会更好 那产品的部分的话 你除非要准备第二支webcam 不然的话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还蛮好 就是食物投影机 像老师这边有一台食物投影机 这食物投影机 这台比较大的台 我是放在办公室专用的哦 那食物投影机的话 他就可以单独只照到你的产品 好 他真的很大台 这是他的盒子 好 这是他的盒子 所以我根本平常就不想带出去 除非我去上课 我都要带那个行李箱出去 那我最近又拿了另外一台是这个 小台的 这个我上课我就会带出去 像我去教平板啊 教一些课程需要手机的时候 或者是教设备 例如说电子书 有些电子书的设备还没办法投影啊 怎么办 我就会用它 用它来去做呈现 好 那这样就非常轻巧 你看一下它的大小 好 我放包包就可以啦 很小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食物投影机 让你的画面变成双窗格 那如果是双窗格的情况之下 你在呈现画面就会很清楚 那像这个 我真的觉得这一台不错欸 我最近的入手 你看一下 这样 它就小小的 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两点啊 第一点它除了轻巧之外 它的收 就是它的设计很好 所以你看镜头在这儿 所以它现在就不会让我在呈现的时候 以前早期旧版就是凸出来的 很容易会不小心卡到 这是它镜头有收纳做得很好 再来第二个我最讨厌就是线 可是你看它的线它直接做在上头 所以我只要收起来的时候 我不用另外的又有线 或是怕线掉 我只要这样收纳起来 它就是一个一体成型的东西 所以我真的觉得它除了轻巧之外 镜头保护得很好 线收纳的也很好 那我只要出去外面上课 我就会带这一台出去喔 这一台 这是IPEVO的 艾比科技的DUKEM 它其实也蛮好的 所以空学们可以来参考 那你只要有影像 好的收音 好的影像 好的收音 那如果你要介绍产品类型的时候 你另外的再使用15投影机另外再去投 那其实这三宝 应该就可以让各位在经营YouTube频道的时候 会比较的如鱼得水 那你找到内容定位的不错 其实我觉得慢慢累积啊 都会有一些人来观看你的影片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加油咯